长城烽火台是当时最先进的同学工具 一旦边境出现疫情,烽火台就会升起狼烟 手边的人们在干柴中拆住狼粪,这样烧出的烟更浓厚,大陆被吹散 烽火狼烟像基地道一样,迅速将信息传递到远方 历代驻扎长城的士兵都住在这样的官铺中 官铺就在长城附近,起码很快就可以停下 钢口归在山河征中在大陆行 山河征着大陆行丛线从西人家出发,到达今天的内容 哪里den口彻底,全场 紧张军队,飞回危的细节